我们继承了系 好 我们继续 这个胃有点不舒服 我们来继续 这个我们继承了一个系统的这个对话框这个类是吧 然后在里边我们这个 这个引用我刚才没有粘权吗 我看看是不是没有粘权这个引用 哦布局没有弄过来 完了这场事布局也得弄过来 我们直接弄过来看一下 布局这个布局的话是 member download member download 就是这个吧 这又是一连串的这个东西 这一步 样式不在是吧 样式也弄到来 这个样式也定到样式表里 所有的这个按钮都是一样的 这个样式吧 啊 定义了每个按钮的这个点击后的背景 把样式也站在里边 这样的话就对了吧 这个样式呢 就很简单了 因为咱们来看一下它这里边的这个 说白了比较费色的就是这个吧 一格一格的就排就行了 左排右排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组件 这里边等于是一堆这个按钮 用的是相对布局 然后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首先把它的这个 呃 把它的这个继承过来的对话框的这个 tattle 给它隐藏掉 对吧 通过这个no title给它隐藏掉 然后重新设置了它的这个布局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按钮都给它设置了一个监听器 它自己实现了监听器这个接口 在这里边 不写unclick 对吧 通过unclick监听它按的这些事件 这里边做了一些数字啊之类的这些判断 是吧 其实这个呃 继承很简单 它其实你现在用继承的它这个主要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以在它原来基础上 它这个对话框 咱们是不是在它原来基础上稍微加了一点 咱们自己需要的代码 它这个类就不用了 对不对 这就很省事了 你比如说你自己在写的时候 在写程序的时候 你发现 你比如说你发 你发现这个 你看他自己自带这个文本框不太好看吧 对不对 比如说你们领导或者客户 他给你要求了 他说这个文本框太难看 他说我想在这个文本框 你给我加一圈这个红线曲线 对吧 或者如果弄个什么阴影之类的 你说你要自己全重写 那不麻烦死了 什么获取文本什么你都得写 对不对 这时候比较好一个做法 就是说你继承了这个文本框 继承完之后呢 你在他 他不是有这个 Andre那个 画会画那个方法吗 对不对 你把它给复写了 在他的那个 会画的基础上 你继续再给他画 画一层 画一层 沿着他这个布局的高宽 给他画一层这个 线 不就实现了他这个文本框 就是带线的这个显示吗 同时他那个什么 get tags set tags 这些东西 你又都能用 你不用重写 对吧 这就是他这个 复用的一个好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实际的工作当中呢 一旦有这种 这些情况的话 一定要会灵活的使用继承 而不要什么都自己 从头到来 从从头再来 从头去造这个轮子 好吧 这个 数字盘的这个空间啊 就是就是这样 因为实现的也比较简单 我们先到这 然后我们继续回到 我们的这个 添加删除的这个 然后这个接口就有了吧 因为我们这个 点击他这个拨号盘之后 你肯定最后 最后你点击确定之后 那些事件 你总要通知回来吧 对吧 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咱们先 又是用了咱们先前的回调吧 对不对 实现他这个接口 把它传进去 回调 最后结果就通知给他了 对不对 点击确定之后的结果 然后我们继续 这里边呢 就声明了一堆变量了 对不对 这几个临时存储的变量 我们先不管它 文本呢 对不对 都是那几个吧 有文本框的文本 然后输入消费金额的文本 这个呢 是类别的这个 对吧 呃 名字 文本框 这个就是日期 呃 这个是消费类型 还有消费 消费人 对吧 就是这几项 对吧 先把空间给他给实力化了 我们把这些类型都给他引用进来 你比如说下的这两个变量 这是我专门做了一个存储 还记不记得它这个里边的这个变颜色 对吧 我在这里边是通过一个数组把它给记下来了 不然的话你不好记录 他到底选了什么人 然后 到底选了哪些用户 你是不是也要用数组记录下来啊 因为咱们这里边是支持复选的 记录下来你最后才保存值 所以说 虽然那前面的表现只是变颜色呀 或者什么 对吧 所以你在后台里边这些值都要有程序逻辑 把它保存好 然后我们继续 这个呢就是设置他这一堆的点击事件了 点击账本之后 是不是显示账本选择了这个对话框啊 这个方法就是这样吗 是这个吧 对吧 因为从名字就很容易看出来 点击这个 选择的是消费金额的录入就是这个吧 咱把这个直接售一下 因为继承了Dollar 是不是直接售一下就可以了 自己实现 咱们刚才实现了他这个接口对吧 直接把this传进去 对吧 好 继续往下 选择类别 显示类别的这个选择 就这个 这些都是咱们之前一直一直在用的 对不对 Adapter加this66列表的这种形式 所有的都一样 选择日期 这里边呢 咱们用了一个 首先获取了一个日历这个对象 是吧 然后给他传了什么呀 你看传进去年是吧 获取了年 获取了月 获取了日 对不对 传到他这个方法里边 咱们用了系统自带的这个日期空间 对吧 然后把咱们传进去了年月日 是不是给他传进去了 对吧 然后并且实现一个新的这个选择的接口 是吧 到回头好让他回掉 是吧 他这个日历空间就比较简单 你传进去把这个回掉的接口传进去 他最后就可以直接调用使用了 日期就是他这个方法 自带着 然后呢 我们再回去继续看我们之前的方法 慢慢一个一个过 这个也先引进来 这个就是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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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这个了 这个呢 我们又少了两个布局 需要给他引过来 这个都是咱们先前的那一样的那些 是吧 大家老是吧 继续往里边传 我们我去先把这个布局给弄过来啊 消费方式的选择列表 我把它给扩过来 咱们直接用 这 到什么错呢 哦 这里边呢 哦 这个 样式我们是在前面的 对吧 这里边这个绑镜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咱们平常绑镜是不是都都用的是 adapter这种方式 大部分 或者是area adapter 对吧 在这里边我就没有直接用那个 我在这里边用了这个 属性 这不是入口吗 对不对 直接给他传一个 这个 数组过去就可以 咱们这个数组是什么呀 还可以支持这样 看到没有 是不是均分借贷个人 直接传数组就行了 这样的话是最省事的 什么area adapter啊 自定义adapter 全部用 对吧 咱们自己给他传一个 这种呢 比较适合于 你这个呃 字符比较固定 也不需要动态的 删除或者添加的时候 你用这种方式比较方便 因为你很明显 你能够看到 计算方式就这三种吧 兵分借贷 再不然就自己个人消费 你也不可能让他自己再去 添一个 对不对 也不可能再减一个 所以说像这种的话 你直接给他引入一个 字符块资源包进去就可以 对吧 也不用往数据资源里边弄 还要读一套数据库 简直是浪费系统资源 对吧 所以说这个属性 咱们留意一下 想到这儿了 呃 然后咱们继续回去看 刚才过的那个地方 刚才过到哪了 过到这儿了 是吧 然后就是显示这个用户的 列表这个框 是吧 这个就不用看了 就是保存和取消 是吧 取消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页关闭掉 这里边我们重点看一下 这个用户的选择 看一下我是如何的 去改变它这个颜色 并且往下传的 这个红色呢 我们或者这样 我们考过来也可以 什么红色的看着 不太舒服 adapter是吧 有一个adapter user 我们要把它粘贴过来 看前 哦 已经有了吗 哦 刚才没引用 然后 这个布局呢 user list 我们这里边应该不是user list 应该是user了吧 我记得改名字改成user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有几个布局 等到不该错 哦 有一个有 这个user list 应该估计 还是需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区别吧 这个呢 好像 好像是 基本上一样 我们看一下item 这样我们那边直接给它 改成user 先试一下 因为我当时定的是两个布局 我不知道 这两个布局可能有什么特别的功用 获取一个限定的布局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设置颜色 哦 我们那个可能定义了 还有一个id 我们来回去看一下 这个user list 我们定义了有id 哦 我们还是用这个user list 因为可能它有特殊的功用 我还是把这个布局先给它粘进来 这两个都是 你看这两个都是需要的 或者是相关于一个 我估计这里边已经有一个iPhone了 我们专一一个过来 好像区别也几乎一样 算了 我把这个给加一个id 我当时这个定义成两个 我不知道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把这个先暂时先给删了 我们大家俩加一个 先用 一会反正报错了 咱们再慢慢调嘛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现在就有了吧 然后找空架 list view user 这个应该是lv user吧 user list lv user list 好吧 然后在这里边呢 一步一步的绑定这个adapter list设定布局 往下就是选择这个user 我们来看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操作 是这个吧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取出来消费类别的这个字符 因为这里边的逻辑判断啊 做了还是相对来说还是稍微有点复杂的 那个 给关了吗 咱们来看一下 你选择消费人这下载了一些逻辑判断 是不是直接的跟你这个计算方式要挂两勾啊 比如说均分的时候肯定要选 至少要选两个人吧 对吧 至少要两个人以上 借贷的时候 应该是可以一个人或者多人 对吧 比如说我一个人我冲了 我看一下我这个借贷我记得我应该是给屏蔽掉了 这个借贷就是说 比如说咱们两个出差的 你这会儿没没钱 我们你要冲五十块钱花费 或者你都里面钱 我帮你冲五十块钱花费 这就是借贷的 你回来你得给我五十了 你看咱们来选一个借贷 张三李四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借贷吧 因为我这前面 你看吧 我这边有提示吧 请选择消费人第一位为付款人 对不对 其实按照咱们的思想是把它分成两格 是不是 一格是选付款人 一格是选什么 这个消费人 是不是 当然我在这里边我没那么做 因为我考虑到你选两格 让他点两次挺复杂的 对不对 你这样操作明显要省事多了吧 对吧 这个借贷 我这里边是支持选多的人的 因为我有可能冲了这一百块钱 是这两个人都没你 对不对 虽然这种情况很少 但是我等于也支持 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选 对不对 你平常一般都是选一个 对吧 还有一个 像两个都 那证明这人非常有钱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咱们 对咱们程序逻辑的问题 这个实现呢 看咱们自己根据实际需要 我这里边是多人也支持 对吧 然后咱们继续 军分 个人呢 个人很明显就是你自己吧 对不对 所以说你在这里边选一个的时候 就要直接就能选中不能让他选多个吧 对吧 所以说我在这里边 我取出来他这个消费类型的这个数组 在这里边就做了有很严格的判断 对吧 比如说为零的时候 或者是为一的时候 这是可以选选择多个人的吧 对吧 因为是借贷还有军分 这里边我就要记录他这个选择之后的这个 首先选择了这个人是谁 对吧 我要生成他这个数组 生成他这个数组呢 把他的这个选择的人给添进去 同时我这时候还要维护一个什么东西 你看到我这里边有什么itom color 是不是往这里边也放了 对不对 布局存在不存在 设置 他的颜色是蓝色呀 或者什么颜色 对不对 你这个颜色我也得做控制 对吧 所以说我这里边也做了一些 呃 做了一些颜色的这个逻辑判断 我在这里边把它直接给存起来了 因为还牵扯到一点取消的时候 你要再把它给还原回去 知道吧 在这个 因为你在这个 Dialog对话框里边 他回头是关闭的 他记不记不到 你知道吧 所以说在这边颜色我单独存储了 然后最后呢 当时个人的时候 这就比较简单了 是不是 直接放里边这个用户就可以了 个人消费 对吧 这里边这个getuser可能是消息